帅了无期龙金城武,被男友骗得负债累累,反而跪着走了回头路。 玉女一词出自《神秘经》,《东荒经》,在我国的古老神话中,玉女指的是仙女或者侍奉仙人的女童。 如果说周慧明是香港玉女明星的初代目,那么杨采妮就是二代目。 她们的装束永远是长发飘飘,略失粉袋,笑得恰到好处,不浓不淡,头像旁边印着几个大字,玉女掌门人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,周慧明清纯可人的外形大受欢迎,即万千宠爱于一身,1992年获丰玉女掌门人,成为今后众多玉女的起源。 清纯雅,秀涩可参的杨采妮一直被认为是周慧明玉女掌门人的接班人,在1996年周慧明隐退娱乐圈后,杨采妮顺理成章地被碰为新一代玉女掌门人。 玉女除了要美,更要纯,没有桃色飞纹缠身,截身字号,小心翼翼。 直至张柏芝这个玉女彻底打破了传统概念,她的没有侵略性,如同钻石一般,光芒四射。 她生来学不会收敛和低调,学不会造作和敷衍。 什么叫做出道集字带buff?杨采妮告诉你。 她参与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墨镜叔叔王家卫的东斜吸毒。 994年杨采妮和吴奇隆合作梁柱相识,吴奇隆对杨采妮展开猛烈追求,之后有媒体拍到两人相约酒店的照片,但两人都没有承认。 不过,徐克导演却立正拍摄梁柱期间,杨采妮及吴奇隆曾经在一起,我在现场所见,两人真的很有亲密磁场,收工了也黏在一起,他们两个谈恋爱挺好。 不过杨采妮接下来却和金城武合作冒险王,堕落天使时擦出火花,当金城武得知杨采妮和好兄弟吴奇隆,在玩地下练时自动退出了三角练情。 一个在当兵的时候心疼自己,一个远走日本悄无消息。 关于当年的恋情,其实三位当事人都未曾正面回应过,只不过一直坚称两人是好今有的吴奇隆,和金城武自从1997年过后再也没有合作,甚至私底下也几乎没有交集。 有道士,欲望相争,渔翁得利。 没过多久,杨采妮便与新加坡律师邱勺志相恋,并且退出彻底娱乐圈和男友创办了形象公司。 2003年,邱勺志和杨采妮的公司经营不善,邱勺志更被报为了躲占而完失踪。 杨采妮宣布付出还债。 不知道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,无奇隆多无家啊,金城武游戏打得那么好,选谁不行非要选个圈外人。 而在2011年,相隔八年之后,杨采妮和邱勺志刚被传出复合时,他坦言,当初生意惨败后,两人相约各自在发展八年,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,他还勇敢地说,我从未说过跟他分手。 2003年,杨采妮付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《新警察故事》,其实以前老太的成龙并没有多大惊喜,但观众关注到了惊艳的他,折腾都转了20年,杨采妮还是嫁给邱勺志。 如今杨采妮与邱勺志结婚已三年,两人仍然温爱。 所以女神这是要告诉我们,自己选的路,跪着也要走完。 因为《新警察故事》 嗯